薩克小朋友 聽說你最近接觸了一款殭屍生存類遊戲 還是開放世界 有沒有搞頭啊 咻咻 欸 是的雨天小朋友 啊就是這款黎明覺醒啊 咻咻咻咻咻咻 健康狀況檢測 略有尿液 欸 欸 你的角色怎麼直接在路上上廁所啊 開什麼玩笑雨天 欸 生存類遊戲耶 美少女是有生理需求的好嗎 哇塞 你四次元馬桶啊 啊總之啊 這款遊戲啊 如果你不好好留意你角色的生理狀況的話 你會拉肚子 皮膚潰爛 身體變臭 而且不只會影響到你的健康狀態 而且還會讓這個遊戲的殭屍更愛你 咻咻 那你還不趕快洗澡 送福利啊 好雨天小朋友 我覺得我直接來講這個遊戲 最吸引我的地方好了 OK 請說請說 我其實啊 一直都很喜歡那種 團隊分工很明確的角色扮演遊戲 那如果可以在開放世界上面呢 想打什麼副本就打什麼副本的話呢 那會更好 剛好呢 這款黎明覺醒就有符合這些點 首先呢 他的技能跟專業系統呢 大家可以把這個當成是主動技能 和被動技能來看哦 你可以組四個朋友 那大家就各司其職 像是我帶機槍塔加追蹤手雷 那雨天呢 你就帶醫療戰和感應地雷哦 所以呢 我們這樣四個人分工去攻略副本 這個氛圍其實真的是很不錯啦 那這個遊戲打PK起來是不是很吃雞啊 大家都有那麼多小玩具可以丟 其實真的確實不錯哦 那每天都有限時的團隊PK可以打哦 像我呢 我就很喜歡把那個火焰砲台啊 藏在點旁邊 這樣子呢 就可以讓對面就是走過來 就是轉角遇到愛哦 那如果這個時候呢 我有個隊友啊 在旁邊丟個地雷之類的話 那感覺真的棒哦 射擊遊戲 槍械應該要有料吧 欸 雨天 你說到重點 這個遊戲的美把武器都有特殊的功能 比如說像持續射擊 會增加傷害或是護甲穿透之類的 那這個遊戲呢 有兩種武器類型 主武器跟重型武器 像我現在拿的重武器呢 就是火神機槍哦 可以清理超大量的怪物 同時呢 因為專精加點的關係呢 我可以快速的穿透怪物的護甲 當然啊 你要是玩其他武器類型的也是可以的 只要去搭配適合的專精和技能組合就好了 其實啊 像我就覺得這個遊戲裡面的 榴彈砲啊 或是生化步槍啊 我都慢想去嘗試看看的 重型武器感覺起來就像大絕啊 簡單來說 技能組合 專精和做武器搭配 大家都能玩出自己的風格 沒錯 就是這樣子 很讚的啊 那作為一款末日生存類的遊戲呢 這個遊戲的FPS的地方也是很講究的啊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武器能改裝嗎 我看到你都在用機苗耶 當然可以啊 雨天小朋友 你只要收集素材 就可以到莊園的製作牌去製作 任君挑選啊 沒有裝備精的槍還真不習慣啊 欸這是真的啊 而且啊這個遊戲的殭屑後座力呢 是有做出來的 不是像很多手機射擊遊戲啊 都是雷射槍彈道 我自己出自玩的時候其實有嚇到 哇 這個遊戲的槍有後座力耶 話說回來 這個遊戲能夠自己建造末日生存基地嗎 又有那種要塞的感覺喔 啊 我就知道你要問這個啊 因為你還蠻喜歡這種 就是可以蓋基地的感覺嘛 這是生存遊戲嘛 這是對比天 沒錯 當然可以啊 這個遊戲呢 所有的東西喔 你都要自己來喔 像你剛剛提到的背禁啊 什麼一背禁二背禁 全息禁啊 什麼東西的 我們就是要透過物資商人販賣的材料去購買喔 那至於其他類型的材料呢 你可以透過遊走在這個開放世界地圖上啊 你可以打獵 採集 伐木喔 逐步呢把自己的基地壯大起來 之後呢 再邀請你的好朋友來喔 啊 記得跟他們講說 啊 我的房子很大啊 欸 歡迎你們是在我家玩啦 傑哥不要啊 傑哥 聽話 讓我看看 你的小朋友 沒有 而且有一天小朋友 我跟你講 現在打獵啊 我覺得你不用火神機炮打獵 你就落伍啦 你這末日生存 好像物資挺充裕的啊 啊 廢話 你物資不充裕的話 你要怎麼當超人 你要怎麼拯救世界 那如果你嫌這個開放世界地圖很大 然後走路很慢的話 也沒有關係喔 因為這個遊戲有很多種類的載具 可以供你選擇喔 有跑車 機車 還有怪獸卡車 路上的殭屍看到都車過去啊 開什麼玩笑 有沒有看過三寶 你在這個遊戲裡面可以進行當三寶 知道嗎 雨天小朋友 而且不要忘了 還有美美的時裝啊 就是你剛剛說的福利嘛 有好多種服裝可以供你選擇 你看 你要穿性感小可愛的 或是穿睡衣去打副本 都是沒有問題的啊 你怎麼這麼慢才講重點啊 妹子第一啊 噓噓噓噓 好看的要放在後面啊 噓噓噓 那我這邊做個總結啊 總之 靈命覺醒 全新的開放世界生存遊戲 不只要兼顧你的角色的健康狀況 會餓 會渴 還要如廁和洗澡 身為末日中保護人民的特工們啊 有各種十八般武藝 每把槍械都有不一樣的能力 技能 專精 和重武器的搭配 也可以依據自己的喜好去挑選 打造自己的風格 然後跟著好夥伴們一起去打副本 拯救世界 在這個開放世界中啊 你可以煮菜 打獵 蓋房子 釣魚 發發發 伐木工 然後打造自己的要塞莊園 帶好朋友們一起組成聚落 沒錯啊 雨天小朋友 那如果你覺得這款末日生存類的遊戲 還不錯的話呢 大家其實是可以關注一下 順便跟大家講 這個遊戲除了手機平台之外呢 它還是有支援PC版本的 所以手機不好的玩家也不要擔心 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用電腦玩 那如果你朋友是手機玩的話 不要擔心 你用電腦版的話呢 也是可以跟他一起連線的 OK 那以上呢 就是這部影片所有的內容了 最後呢 再提醒大家 黎明覺醒6月29號 三平台呢 就會直接開測 蘋果 安卓 PC呢 都是可以遊玩的 現在呢 就點擊下方內文連結 去預約創造你的角色 讓我們黎明覺醒見哦 羨羨羨羨羨羨羷羨羨羨! 呜呜呜